24小时都在打扮 那种妖艳的 天人是那种比较清静的漂亮 所以因为他们的世界 就是天天都在争啊斗啊 为什么阿修罗道 就是因为他们有福报 就像各位你很会去布施 很会去布施 但是呢你很想要赢人家 连布施都要赢人家 想要抢头香 对不对 站最前面 然后呢赢对方 所以现在这个世界 有很多国家 所谓强国 这都是阿修罗道心态 为什么要强 你要让整个非洲都离开贫穷 那才叫强 不能说我强 我不让你更强 那这样就会种成对立 对立就是战争 经济战 贸易战 还是这些人心的战争 还是武器的战争 因为斗争就会竞争 因为竞争就会战争 所以这个世界 因为大家有福报了 但是因为那种 争的 争强夺利 不输人家 那这种心态 就让你在阿修罗道 所以阿修罗道很痛苦了 阿修罗道天天为什么很痛苦 知道吧 阿修罗道有一种树 这个树像珊瑚一样 但是这个树长得很高 然后会长到天道去 那到天道以后 那个树就变成红珊瑚的颜色 底下是灰色的 然后水果通通长在上面 阿修罗道就在树下看 然后天人天天吃水果 然后他们在那边种树 你看他气不气死 所以每天都要想要争 然后天神很喜欢娶阿修罗的太太 所以阿修罗的女孩子 羡慕天人的这种快乐 所以他不嫁给阿修罗的男人 那你看他苦不苦 所以阿修罗每天都要去跟天神打仗 这个意思 因为他们的夜宝就是如此 所以女人被抢走 东西都被天人拿走 虽然他们还是算有福报的 所谓没福报就像鬼道 天天饥饿寒冷 看不到爱人 特别孤魂野鬼 所以我希望各位每天晚上慈悲啊 在门口或是有佛像给他点一个灯 为什么 那些孤魂野鬼 一做孤魂呢 他在摆起 所以叫幽民界 永远没有光 也看不到另外一个鬼 你看多孤独 然后他心里一直想到他最爱的人 一直想到一般人相思病 相思久了还会死 他不会死 孤魂野鬼不是没事 又在又在那边打坐 叫孤魂野鬼 他就是心里一直想到他的家人 想到都快心脏要裂掉了 但是他就是见不到 所以佛陀说 到了傍晚 麻烦各位至少在佛前点一盏灯 然后这个灯 就会让那些可怜的孤魂野鬼 看到他的爱人现在在那里 他就会马上脱离那种爱别离苦 因为他们的那个苦不是一天 不是两天 各位妈妈你最爱的儿子下课了 所以今天没回家 完了 被坏人抓走了 你会想他一辈子 就是这种苦 天天工作都不做 到处贴海报 要找这个小时候被抓走的小孩子 那种痛苦没办法形容 而且他不是光想一个 他想很多个 自然来攻击他 自然那个业就会让他想爸爸 想妈妈 想了好几代的 都一直想 然后看不到半个 所以那种爱别离苦 各位就给他点个灯 然后如果你给他祈愿 这个光又变成阿弥陀佛的光 他就会按照这个光 他就可以脱离痛苦 所以对这个世间的苦 那各位要去思维 所以释迦牟陀佛陈佛给我们讲 最重要的道理 也叫四圣体 但是这个四个真理 最重要的真理 就是苦的真理 凡事有生命 就像人类有肉体 你有这个身体 也从生到死都在苦 生老病死苦 这不分年纪的 所以有时候小孩子 从小就在生病 一生下来就在生病 爸爸妈妈为这个事情 前一阵子有一位女孩子 因为她得癌症 但是她怀孕了 医生就给她说 那你最好把小孩拿掉 那你这个病还有可能医 因为她得癌症 结果她还是决定不要 她说那我死没关系 这个baby最重要了 我这个病可能也医不好 但是我留一个小孩子 给我老公 这样 她还是坚持把她生下来 那生下来以后 她的病就慢慢发作 最后死掉了 所以她在死之前 录了很多很多的录影带 你看那种苦 这个女孩子要超度很困难 因为她整个执着 都在那个小孩子身上 所以你要超度她 你还要跟她说法 有时候我们在超度 老和尚都叫来掉魂 掉到前面来 然后就开始跟她 跟她讲话 跟她商量 一直要讲到她放下 那我们台湾人还会用一种 这种不好不威嘛 对不对 一正一反 讲完了 ok 这样撤保了吗 也不接受 然后一定要跟她一直商量 因为你不跟她商量 她就是不走 所以但是你要用爱感动她 跟她讲道理 所以各位这个你要学 我们地上菩萨的禅定 她不是针对自己断叹成痴 她就是针对各种苦道的 第一道 二鬼道 一一跟他们说法 你为什么会做这个厌口鬼 你为什么会做死法鬼 你为什么会下地 要一直跟她说 然后在说的过程里面 对她很好 就像我们刚刚对她布施 给她要 会向她功德 跟她说空性 求阿弥陀佛加持她 这是因为我们还没办法 很认真的说法 就先透过这个经典咒语 但是一个立她的心 就像我要各位这样绕一圈 是我们每个人都来跟她say hello 都来祝福她 都来跟她结善缘 她有这么多的爱 她会很感动 该给的都给了 衣服啊 食物啊 药物啊 牛奶啊 我那边有两本那个 把它拿到前面来 两本 堕胎胎儿 里面有 念一下 一千七百万个 堕胎胎儿 一千七百万个 名字我们浓缩在这里面 但是呢 带往世界每一个角落 带她去美国观光 加拿大玩玩 带她出去玩 天天给她牛奶 天天给她玩具 天天给她爱 当然一千七百万是不够的 但是全世界有那么多 所以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写进来 在洛杉矶 洛杉矶区境内外 所有被堕胎胎儿 死亡儿童 然后就给她融入在里面 然后呢 我们就会copy了几十套 给每一位慈悲的法师跟道场 他们一直在努力 所以在印度北部 在不单那个比丘尼佛学院 我们都给他们 他们就当作真的 买了很多玩具 我觉得女孩子比男人真的有爱心 他们买了很多很多玩具 这些比丘尼都生小孩一样 因为他们有孩子了 然后他们就很努力的在 每个月两次替他们修法 而且他们那边东西便宜 便宜的时候 我们拜托给他供养他一百块美金 说五十块买 买这些 你们可以上供等下吃 五十块呢 念完以后帮他淹供淹供 一百块他们就可以买很多 替他们供养 替他们下食 他们又去 每个人都去做那种玩具 供了一大堆 那我想这些小孩子就很幸福 但是对这些比丘尼 山上里面住的比丘尼 对他们也很好 他们觉得说 这样他们有一个动力了 本来研究佛法是枯造的 但是在研究佛法能够利益众生 他觉得很温暖 所以我想在修菩萨道 各位一定要 让自己有这些境界 去关怀 关怀动物 关怀动物 像我很喜欢狗 所以 我经常超度狗 昨天那个牧师还问我说 听说你养了很多狗 养了多少时候 三千只 我吓坏了 我说不是我养了 我们有六七个护生员 他们天天吃素 然后天天给他放了海涛法师 录影带 免得不认识我 因为我有时候带人家去看 我一直跟我叫 天哪 那不是我养了 我现在要吃东西 就要看看我相片 免得 我很丢脸 我去还叫我 所以 那问题就是 让他听佛法的意思 所以用各种方法 去对他修悲心 所以狗 为什么会做狗 你知道吗 大部分都是邪淫 再加上一种爱的执着 就是如此 所以 那你要慢慢慢慢 跟他说法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学会说法 这个说法在大乘的禅定 跟小乘的禅定不一样 小乘的禅定 知道生命很苦 苦是来自于无名贪爱的贪嗔痴 所以他禅定的时候 目的是要断除贪嗔痴 以不敬观 无常观 断除贪欲 以忍辱 断除称惠 与这种姻缘观 断除我的愚痴 希望断除了 然后就脱离生 大乘的禅定不一样 大乘的禅定 大乘的禅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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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的禅定是圆了 所以大乘的禅定是圆了 所有痛苦的众生 一直给他说法 一直帮助他 一直帮助他 就像各位 你在念 你要变成四辈观音 牵手观音 然后你的手到地狱里面去 到恶鬼道去 到各种动物 你开始要救牛 救骆驼 你要一一的念 所以你念 会念很久 为什么 因为你 如果你很 你不懂的时候 我还念一万遍 还没有一万 因为你没有悲心 我们念 看到奥马尼迫迷迷愰的时候 就像各位在说 看到牌位 看到往生者 看到鸡儿 你都看到了 知道吗 然后你就一直给他念 他就渐渐离苦 一直给他念 从牛看到犀牛 鳄鱼 你想得到了 看到想到他被杀 被吃的过程 扒皮的过程 你一直给他念 然后你如何去救他 然后你如何让他 从动物变成人的形象 动物形象变成佛菩萨的形象 然后你就要一直转化它 这个叫大悲无量 让所有赌博的人不再赌博 让贫穷的人变有钱 让邪见的人变正见 所以这个叫大乘的苦 不是体悟到自己的生老病死苦 乃是所谓的种种心的痛苦 而是把这个痛苦化成什么 来众生无边事远度 而不是个人的 所以所有众生无量无边 只要他在轮回 不管他在天道 他做富贵人 乃是做一个非常有福报的狗 天天陪着主人睡觉 吃最好的用最好的 基本上他还是愚痴的苦 最后他慢慢得癌症而死 死了以后他还继续轮回 那你要去思维他的痛苦 然后依依的 所以那每一种众生 的痛苦都是来自于烦恼 所以佛讲苦极灭到 生命之所以生老病死轮回苦 心情上的爱别离苦 求不得苦 愿真会苦 乃是身心变化的五应次胜苦 生命都在苦 这个苦的主要的原因 是来自于众生本身的 无名我质 贪爱执着 因为你不了解变化无常 你就觉得这个女人很美 这个男人很帅 这个钱很好 这个欲望很好 事实上那些是伤害你的 就像各位以前是抽烟的人 现在你不抽烟了 那你就想一想 这个烟还很难闻 但是我以前怎么喜欢抽烟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这个环境就被影响了 现在你慢慢知道了 所以从知道以后 你自然会舍弃它 香的东西会变臭的 对不对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 这个不好的 但是因为你没有智慧 你就觉得它是好的 它是快乐的 那你就会想要抓住它 叫爱然执着 这就是痛苦的因 那站在解脱道 要消除它 但是站在菩萨道 那你这一点 你要了解 了解依依众生的痛苦 各位这个你真的要 你不能说 反正我把全部经都讲完了 各位你听我讲 讲到各位都睡着了 我还在讲 因为我讲我的经 你睡你的觉 我哪里知道你苦在哪里 这样不行的 那你要眼睛一看一下 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佛菩萨会加持你的 你会马上感受到对方的问题在哪里 他在想什么 然后你就会讲这个东西 你要对峙他 就是医生 医生一定要知道你的病 跟病的原因 然后他拿出针对这个病因来对峙 那所以各位这种慈悲的禅定 你一定要修 这个跟小秤不一样 所以大秤的禅定 你要一一的观想 像各位在美国社会 你也了解美国社会的苦 你已经到这个社会了 很多人都会讲 很羡慕要搬去美国 搬来以后你就完蛋了 他做街友 因为这个环境不像你想的 所以这个世界 没有一个角落是快乐的 只是比较好比较不好而已 没有救命的